本跑吧在新疆昌吉时录制 各位现场的网友发出了路透照 大家先赌为快吧 周深见到刘更宏的第一反应是跳奔草高木剑子槽 刘更宏和周深看起来像是在对暗号来接头 太搞笑了 奔跑吧这最近邀请的嘉宾都是很用心呀 最新路透中邀请了健身达人刘更宏 刘更宏出场的时候 周深见到刘教练直接先是上演了一段跳操 周深这打招呼方式是有够独特的哈 看起来刘更宏和周深就像是在对暗号呀 是用对暗号来接头吗 周深原来也是刘更宏男孩呀 看到刘更宏直接先来跳一波本草高木剑子槽 看来刘更宏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呀 这本草高木剑子槽是全国人民都熟知了 大家都能来跳上两三下 不过周深这本草高木剑子槽 跳得看起来好像是小朋友在跳广播体操呀 这也太可爱了吧 周深这波剑子槽瞬间和刘教练拉近距离呀 周深跳剑子槽真是太上头了 奔跑吧下期最让人期待的一位老成员杨迪的回归 实在是太惊喜了 在青庄环游记里 杨迪和周深的双胞胎组合真的是深入人心呀 两个人相爱相杀不间断 看他们两个人拌嘴就可以看一整天 两人不仅在猜歌环节能力拖出 在节目效果上也把控的很好 总是能给观众带来很多欢乐 期待说猫胎合体的名场面了 来吧 回头看 是爬山吗 这样 你会有当事的 待会你就知道了 你会有当事的 一边门 你会有当事的 说话开始 优优独播 活力满满 活力满满 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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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晚了 拿两个身上 要站住 让回你了 你没有语 你两个腿都在我背上了 你听到音乐伤没 啊 我不信 你伤没那么恐怖 他就是长大后的画 后面的不用画了是不是 我们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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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什么 好热 一条 烟气 太阳 太阳后 好 金毛 一条 下线 坐第一排 坐地 喷火 喷火 来 毕竟他们都是一只狗 左脚一辈子 没有狗子 你这个死人 喜欢看综艺的观众 对杨迪不会感到陌生 奔跑吧的忠实粉丝 也已经在数次节目录制中 看到了杨迪的身影 他也同样可以称得上 是跑男团的边外人人 杨迪是自带喜剧天赋的综艺人 尽管他不是喜剧演员出身 这也同样长在了观众的笑点上 更重要的是 杨迪频繁的在综艺节目中露脸 却并不让人觉得反感 反而更加期待他的出现了 后来谈则 他也在很远吧 现在是小染 我把这些监猪子 只是一样 rebel 先告一一 这么多 我做什么 很好 Zither Harp 奔跑吧第十季上线之后 除了首期节目被观众吐槽无聊之外 后续每一期节目都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可以看得出来奔跑吧第十季已经重新回到了巅峰 搞笑程度完全不输 邓超 陈鹤等人还没离开时的几季 周深和白鹿是这一季才成为常驻嘉宾 但两人的综艺感爆棚 完全没有新成员刚刚加入的拘谨 两人各种搞怪表情包不断 在节目中也是常常放飞自我的状态 所以成得上是这一季的工程 我不要吃飞鱼罐头的人 因为你们不知道飞鱼罐头的人 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有多么的恐怖 我第一次看的声音这么 我真的第一次那么抗拒吃一个东西 真的 朋友们你们 关键是海鲜你把海鲜你就放一天 就它就有点那个臭味的东西 我们要赢 我们肯定要赢 我们成为一定赢 我们要赢 我们赢 通常你赢吗 那我算你 先算你的福星好不好 那 最后一个 打着打着也 我球的颜色不光 可以 太点了 加油 哇 哇 哇 在叶子的上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迷路了 踢啊 踢啊 我的队友 为什么在我身上 永远发生的是这种事情 踢啊 下一季奔跑吧 杨迪完全是以老成员的身份回归 与跑男团的大部分嘉宾都十分熟悉的杨迪 自然更放得开 不仅如此 还碰上了精进 李延 单单是三效性合体 就足以引爆话题 可想而知 节目有多么搞笑了 越来越好看的奔跑吧 终究还是没有让老粉失望 如果按照这样的制作水准继续下去 在国产综艺中 奔跑吧 恐怕不会再有对手了 你最期待哪位嘉宾的表现呢 哼纱的琴弦和神秘 封灾的金鲜和神秘 抵上眼神明和目黎 我和谁都别放弃 我想点燃自己 然后再照亮我的鼓番